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當然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 失敗人,Spiderman的這隻角色 那這是 Spiderman的那個 什麼就是 反 反校日嘛 那裡面呢其實 他應該算是鋼鐵人士之 附路蜘蛛人,好不重要 那我們來看這隻角色,這隻角色在裡面其實一開始 大家並不看好這隻玩具啦 因為 因為大家覺得他造型不好看,他比較喜歡真正的蜘蛛裝,所以很少人訂喔,不過 後來 電影演完了,大家覺得他還不錯,已經訂不到了,然後現在推出了之後呢,還蠻多人強的 所以這隻還算是蠻搶手的一隻,那我們來看他附了一個頭雕 然後一個面罩,那這個面罩不能真的套在他頭上,純粹就是讓他拿在 手上的,就是把面罩拿下來,因為你頭戴在這上面嘛 所以面罩拿下來,然後 沒有拿下來應該 其實他附這個面罩不應該眼睛是挖洞的,應該要裝這個 黑色的眼珠 那可是這個面罩是不能裝黑色眼珠,然後上面這個可以裝 黑色,不能說眼珠啦,眼鏡 那這個眼鏡還可以做表情,這是 還蠻好笑的,因為畢竟 他不是像史達克做的高科技 的感覺,那這是他自己做的,但是他可以做表情 好就是 比較怪的地方 那手勢呢 額外還附了三對,然後再來蜘蛛絲 蜘蛛絲呢,蜘蛛絲呢有一個是L型的 然後 兩根長的 兩根短的 好這是他所附的蜘蛛絲 那 眼型呢就是有兩種一種就是 張開啊,如果附眼型的話,我個人是覺得略少,你看這個 眼睛就對了,比較有趣的可能就是 就這個咪咪眼,那等一下稍微特寫讓大家 看一下,然後蜘蛛絲都可以接上這個 好就是網子射出去 你可以假裝黏在牆壁上啊 之類的,尤其搭配L型可以 當作轉彎勾在上面 好啦,不過就是一個 假裝的啦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本體啊 好,首先我們先看這個,就是自製 頭的部分喔,然後 眼睛呢,當然你也可以 換啦,你可以拔下來換,在後面就只是一個 卡榫喔,卡進去,那你可以 兩眼換不一樣的,也可以不一定說一定要換一樣啊,就是可以換表情 不過說真的應該沒有多少人會換這個頭啦,因為 畢竟這個頭 我個人覺得不好看啦 那這次的 布料其實他就是 有點像睡衣 然後綿質布的感覺喔,那我相信多數人都還是會 用這顆頭,如果你買 買這隻角色的話 好,多數人都還是用這顆頭 那我們稍微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這顆頭 好,頭雕一直以來就是哈托宇的強項啦,所以這顆頭呢,其實他沒有那麼就是有哈托宇那種發呆的 的延續喔,所以這顆頭呢,算是還好,就是神情上 雖然 不是非常有表情,但至少OK,他不是 發呆,然後他就是 戰損的頭,你可以看到就是加了一點點鼻血,黑青跟 流血的 地方 那 這跟蜘蛛人原本附的那顆頭 就是 正式的蜘蛛人服裝的那顆頭,基本上是一樣的啦 只是插帶一個有戰損,一個 沒戰損,那頭一樣呢,秉持的非常 就是擰針跟 相似喔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頭的 效果 好,那再來呢,就是看 衣服啦 那這隻的可動 嚴格來說當然是不錯啦,因為 基本上他幾乎就是 一般素體的 的可動程度,因為他不會有 不會有其他被 被關節啊,被什麼擋住,所以蜘蛛人可動要做得好是正常的,然後 外套拉鍊是可以拉,只是我覺得 呃,大家看過 電影裡面就知道 他這套衣服其實是他比較陽春做出來的 的一套衣服,然後在電影裡面看起來就是 比較陽春,但 不是那麼像睡衣,那實際上 他特意做出這一套之後呢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 太新的關係,或是怎麼樣,就覺得他 整件看起來像睡衣,因為他臉已經做了舊化了嘛 對不對,他受傷流血,身體衣服完全沒有破 感覺像 剛穿睡衣出門 好,就是有點怪 好,所以這個是我個人覺得,就整件衣服 整套衣服過於 太新,然後 並沒有加了一些 舊化啊,破損啊,一些細節的地方 好,然後導致他看起來就是像睡衣 那可動就是一般素體可動,當然就 就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素體可做到的 程度啊,雖然 六分之一的素體是不太可能做暴凶啦 好,不過大致上 你可以做到的 動作,他都可以滿足你 然後加上他的衣服又是 綿質的布料 他不會像 就是蜘蛛人妝 就是你如果 熬了一個固定姿勢久了之後他 有可能就是 衣服就會 鬆弛 對不對 上了年紀,皮膚又會鬆弛 差不多這個意思 所以鬆弛之後呢,你再熬回來 那衣服就鬆鬆的 就沒那麼好看 但是這個 綿質的衣服比較不會有 這樣子的 問題 然後腰部身體 都是可以動的 然後大家稍微看一下 正面跟 背面,其實背面沒什麼 細節啊,背面就更像 睡衣的感覺 好,那這個呢,我唯一挑剔的就是剛才說的就是他衣服少了一些 戰損的效果,再來就是他的靴子 好,他的靴子呢 其實我沒有非常有印象他在 電影裡面是穿 什麼樣子的靴子,但是 這個靴子看起來就是很怪啊 好,把他拿起來,這樣大家不要看得到 他靴子呢就是,就是膠鞋 那這個膠鞋呢 他用那個 稍微對焦一下 好,這樣可以看到 好,這膠鞋呢,他又是 非常塑膠感 然後上面呢,沒有任何細節,然後上面這邊 襪子又套在上面 就很 窄,然後睡衣的感覺,然後再來呢 就是 膠鞋竟然不是跟 質感啦,應該是說他的質感太過塑膠了 他應該就是 他如果穿布鞋,應該就有類似布的質感嘛 他如果 因為 沒有注意到電影裡面穿什麼鞋,但應該不是穿這麼 塑膠的膠鞋感 導致這邊的銜接就是非常的 的怪啊 就感覺就是沒有一整套 好,這是我個人覺得 鞋子是比較大的問題,當然還是 還是有鞋底啦,就鞋子算是比較 不好看的地方啊 或是他的筒靴沒有 把它做出來,讓人家覺得這邊本來應該是 要呈現 一體成型的感覺,可是他就會呈現出 兩種不一樣的 很明顯的質感 就有點像篩袖十四的頭接到身體 的那種感覺 好,雖然 他實際上也不是一體成型,實際上當然還是穿 紅襪子跟 鞋子喔 好,那最後我們來做全身的轉轉熱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那這隻呢 我個人覺得不錯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要帶他出門去拍照,他還蠻適合的 好,如果跟其他人偶帶鋼鐵人出去 感覺跟現實的環境不太搭嘛 好,他就是一個非常休閒的便服 所以帶出去拍 照呢,實際上是一個蠻好攜帶的人偶 除此之外呢,他其實沒有什麼 非常,就是沒有非常多蜘蛛人的特色啦 跟其他東西,那你也不可能用 紅色這顆頭嘛 對不對 那你就幾乎是用這顆頭了喔 那至少 帶出門拍照是一個不錯的 好物,然後再來呢,可動 算是幾乎就跟裸體一樣,就是大部分的動作都可以 做得到 然後再來比較怪的就是靴子啦 跟襪子的 那個分界點 讓他覺得靴子太過膠寫的感覺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手勢 他沒有辦法呈現出來,手勢他還是 塑膠感比較嚴重 實際上在看電影的時候,我也沒有非常去注意就是 他手勢上的這個紅色到底是不是 那麼塑膠或是布料 可是至少看起來不會那麼唐突啦,可是 在人口上面呢,因為 塑膠的手 那個地方呢,反光的感覺,感覺他就是 太過塑膠喔 好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失敗的人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實際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同樣需要預訂或是需要配合展商都可以與我聯絡 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Spiderman返校日的 主角 這叫便服版 好,這是大人玩具開箱 好,謝謝大家